這些樹種就有300多顆 所以很多人都想要來看 只是說之前是 因為之前是林務局 他們有封控 為了要繁殖 所以先謝捷人過來參觀 最近開放了 給我們現在公所管理 解說人解釋 當然像新化地區有300多顆 需要一人以上才能環抱的台灣油山 而國內台灣油山約有一千顆 新化就占了三成 數量相當豐富 達人鄉公所特別興建 來回約1.5公里的步道 以正式完工 並在登山入口處 舉辦傳統祈福儀式 傳統祈福儀式後 也安排解說員帶領相公所代表會及現場民眾 搶現入山體驗 一星人穿梭在森林當中 享受大自然的芬多精 步道終點處選在目前發現 樹林最牢也是最大的一棵油山樹 整段路高低起伏不定 但都專設有繩索護欄 加強入山民眾的安全 這邊的環境這樣繞一圈覺得很好 然後遊山的話很漂亮 步道我覺得是還行的 因為我覺得都算安全 然後只是說進來這裡的遊客就是注意 不要丟垃圾 然後保持這裡的原樣 很重視的是風險管理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客人的身體狀況很重要 在進商之前一定要調整好自己的體能狀態 再來進商 我們怕說一些身體不適 發生了一些比較不好的事件 但是我們是希望是能夠很快樂的進來 很平安的出去 剛完工的遊山步道 未來將交由新化社區發展協會來運作 並訂定入山規則 預計採取預約制 前往未來能促進新化村的觀光產業 同時做好生態保育環境教育 讓更多人感受新化遊山森林的美 原事新聞物局台東達人採訪報導